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加持这一弯水 让我能照顾到周围的曾经在这待过的众生 对 再把这个水呢 还用小树叶站着到每个屋子都洒一洒 跟厕所都洒净 洒到你门口外头都要洒 连阳台都洒到 全部洒到 希望佛法佛光普照一切众生 该走的走 该去哪的去哪 对 现在我来住了 这是我的家了 这样 就是你等于礼就到了 还有呢 煮一锅粥 那个能炒菜的锅呢 在这烙饼 其实有很多是在这都已经面都和好了 在提前的老家面都和好 你把这些东西都带好了 来了之后起炉灶 炉灶 现在房子都有炉灶嘛 在这烙饼 大家再带着开水来吃油喝 你能在这住 能在这吃东西 能炉灶开始起来了 并且最好在这主人一定要上厕所 这是最好的 这个听起来有点怪啊 我都是这么做 因为你在这吃饭 在这上厕所 在这有我家的佛像 这就是我家的了 就是你信不信是你的问题 你今天你要今天找风水煎肉再给你弄 可能会比较复杂 如果能想比更加稳妥 你去找他们来做 如果你想图省事 一次搞垫 你也没觉得这个屋子有什么怪事的话 你就这样做就可以了 所以炖一锅粥 就在这煮熟它 之后这烙饼 一张饼也好 几张饼也行 对 带着大人孩子在这吃饼 喝粥 礼佛 就是这种孩子欢乐的感觉 我们有新家了 哎呀 就有这种感觉 孩子们说 这间屋是我的 但那间屋是我这种感觉就确定了 非常重要 这个选择这种安定的感觉特别重要 具体搬家具的时候 搬家具搬用品的那个日子再选一个 具体搬家的那个家 和这个日子不一样的 对 你要定下来这就是我的房子 这就是做这件事情了 但是如果说这个房子就是感觉不吉利 那你也别住 干脆卖了 就是这样 不要说为一个不吉利的房子 给你 你觉得买房不容易 我觉得吉利最重要 买房不容易 但是 我觉得宁可再麻烦一点 再买合适的房子 也不能住个不吉利的房子 因为不吉利这个概念 严重者的命都没了 对不对 所以还是吉利是第一重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